乐华艺人大合照 吴轩一梦美其分开战 王一博站位体现了咖位 换言之 以前提起圈内最著名 最大的娱乐公司 相信很多小伙伴在第一时间 想到的是华艺兄弟或光线传媒 如今想到的是华艺兄弟 或者是光线传媒 乐华娱乐公司的一位大咖们 最近几年来的发展势头不太好 很多明星都来自于该公司 而如今却成为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如前所述 圈中很多明星艺人都是乐华娱乐的成员 在这次官方曝光的大合照中 可以看到乐华的老板杜华 以及旗下的艺人全部到齐 照片上染着蓝色头发的范城城 和染着橘色头发的碧文俊 虽然站在靠边的位置 却因为亮色细发色相当显眼 一眼看过去就能发现他们俩的身影 这张大合照中 金子涵也吸引了不少粉丝的目光 看着他那精致的脸蛋 不得不承认他早前就能获得华裔小姐继军 并非没有道理 这段披散的金子涵披散了一头长发 身穿一条无袖晕染连衣裙 手拿一双黑色长款皮手套 这样看来难以驾驭的造型 金子涵却很好地撑起了这身造型 关心娱乐新闻的朋友们 应该都知道 乐华旗下的艺人最开始都是以唱跳偶像的身份出道 众所周知 能以偶像身份出道的人应该都知道 可说是个俊男靓女的偶像 这次大合照 毫不夸张地说 完全给人一种视觉享受 特别是看到吴轩怡和程霄同框的画面更甚 把这张大照片放大后 可以清楚地看到吴轩怡和程霄坐在中间的位置 吴轩怡穿着一条路间的修身短裙 把她那修长纤细的身材很好地勾勒出来 一双大长腿相当吸睛 与其身旁的程霄 自从回到家乡发展后就因外形出众被众多粉丝称为人间巴比 这次她的颜值也是一如既往 看着吴轩怡和程霄这两大美女同框的画面 不得不说真的是太仰眼了 但是从这一点来看 吴轩怡和程霄这两大美女并没有站在一起 这一次吴轩怡与程霄同坐 而孟美琪则站到了另一边 就在杜华身边 而穿着一身金灿灿连体服的孟美琪也因此是相当的抢眼 这次孟美琪没有和吴轩怡坐在一起 反而站在老板杜华的旁边 从中不难看出他此刻很受公司的重视 所以才会安排他站这么一个显眼的位置 也就是因为这样 在这次大合影中 艺人们的所处位置也是比较低的 提到这个 那么就不得不说王一博了 以他现在在圈内的知名度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不管是什么动静都会引发一场轰动的大事件 官方此次曝光的这一大合照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是第一时间去找王一博的身影 看他站在什么位置上 很好地体现了他的风范 就算不用放大照相 还是一眼就能看到王一博的姿势 毕竟他是站在老板杜华的上面 就连韩庚都只能站在旁边 看起来王一博也只能站在旁边了 但想象也确实 以王一博现在拥有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 必然是公司最看重的 他如今算是乐华的得力干将 这次乐华娱乐的大合照真是到处都是看点 不知你们对此有何看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